逛完了一个早上的野柳 时间来到了下午 那很多民众呢 周五用餐都会选择在金山老街这边 就有很多人大推我右手边 这家包子店是必须一定要来的行程 像是我手上的这个肉包还有油饭 都是老板娘刚刚相当热情招待我们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不管是平日或是假日 都是大排长龙 很多民众呢 来到这边一次就是买一二十颗回家吃 因为热腾腾的带回家 就算下午放凉了 也是相当的好吃 像是如果你这个周末 有想要规划出游的话 不妨就来到金山老街这边 因为这个周末呢 在北台湾的天气 其实就会比较稳定了 最新的天气资讯 现在你一起来看